我們來拍一張Penny 謝謝大家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深入想加入一部工作的Penny 2013年3月 感謝吳祐、李慕約、Penny 參加了人生中的第一次訓練的M&A和松 而在兩年之後 因緣的機會之下 我曾G0V進入到GOV 或是體育部工作 戴著G0V的眼睛 來看GOV的時間 老實說我超多想要在政府裡面 進行一點點調查的事情 從過去太多太多的案件 我嘗試很想知道的是 很多感覺民間喊得很久 但政府似乎沒有什麼動靜的 這些案件中很核心的一個問題 是我想要問 到底要讓一個政府大會 認真的來面對民間的訴求 有這麼困難嗎 很是願意的 很快的我都得到了一個 最佳的Penny 標準的實戰機會 在我親戚到政府的同時 剛好行政的文化會 成立了一個 公共政策同行品牌 在這個品牌上面 有一個公民連署的機制 任何的民眾都可以到這個品牌來 提出他的訴求 只要他目擊到另外 五千個任何他訴求的全數人 這個時候 跟這個議題相關的部會 就必須在兩個月 也就是六十天之中 提出一個正式的回應 來做一個回顧 這次在今年九月上線之後 十月份非常快速的 就有第一個 超過五千個人 接觸的體力 而且非常非常幸運的 就是這個時候 需要出來揣控處理的 大概剛好是我屋的 衛生土地部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議題是一位 Casper先生他指出來的 他非常在意 台灣的癌症 與細胞治療的發展 所以他希望 可以有一個新的立法 而且在去年以之前 就希望送新到立法 兩月 再看一下他的時間點 在去年的十月十四號的時候 他已經到了五千個連署成案了 所以往後推兩月 也就是十二月十四號的時候 衛生土地部 必須要提出一個正式回應 於是從那一刻開始 文人生就開始 很可怕的造主 七十六十天的時間 到底我們衛生土地部 要怎麼樣來面對 政府史上的第一個 王后連署案呢 當上我們做的意料 重要的決議是 我們決定不要在最後一天 才放一些文字 來當成正式回應 而是把這六十天當中 我們分別做哪些事情 盡量的都開出來 讓大家知道 首先第一幕 在這個連署案成立之後的第一週 我們這次要請了提案人到 政府地部來 在這座會議裡面 參與的除了 外面部和同學 提案人夫妻之外 大家可以仔細看喔 拿著麥克風 操作簡報的 西區式提案人 那一次的理性訴求的會議 我們的目標就是這樣 盡量的講 在兩個小時裡面的時間 讓提案人 雖然感覺有一點發散 但要他盡量的把他的訴求是什麼 以及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訴求 好好地把它講清楚 這個過程對我們來說 其實是至關重要的 原因是原本在領取平台上面 我們只能看到提案人 寫了九百九十七個字 但是經過了這個兩小時的會議之後 我們就把他的訴求 變成了總共一萬七千四百九十三個字的 會議主次高 原則我們最大的理解 我們只知道他希望法院 把他參與法院 但經過這九百到一萬七千個字的時候 我們發現原來這個提案人 他本身是一個BNIC末期的患者 他希望提出這樣的訴求 是希望他跟他一樣 放癢化療所有手術都已經被申告 我們這樣的病友 也可以有一個新的治療方法 就是細胞治療 而這個方法在日本 其實是已經比較普遍的被使用了 同時原本這樣子的一個訴求 仔細的剛剛標示 兩小時之後 在小偉做收斂 我們發現其實他的子力 以及子訴求 大概可以分成五個部分 尤其非常重要的是 談完之後我們發現 如果了解立法 那可能需要後悔的時分的時候 新的天然並沒有執著在 一定要有新的立法 只要是有辦法拿到擴大 療療療療 可以進行細胞治療 其實他跟他所代表的病友群 是可以接受的 同時 在這次的會議裡面 我們也提供了 經過同事的資訊提供 醫師的資訊提供 我們發現 其實台灣現在已經有細胞治療了 但他都是用人體試驗的方式在進行 但只要是人體試驗 醫師就不能跟病人收費 所以大家看到問題來了 細胞治療 他不像他的JUG 不像藥物一樣 會有藥品贊助 所以這次會碰到一個問題 是好 我今天醫師要做一個細胞治療療療 我居然要自己去幫病人募還 募到錢 我才能來做這些等級試驗 也造成了醫師進行細胞治療療療 是比較低的 所以雖然可以為人治療療療療的數量 非常非常少 在經過這樣子的移性之後 我們把濃縮後的這些子遺體 子訴求 重新再次回去給提案 也確認了 我們沒有誤解他的意思之後 再把這些子遺體的訴求 放到我們原本的原始平台上 讓大家知道 我們已經經過了第一步的遺棄 好 這是第一個步驟 再接下來 在提案 一個月的時候 我們主動做了一件事情 剛剛大家快速聽一下 應該可以感受到這個議題 其實沒有那麼簡單 有點碰到 所以我們主動做了背景 可以資訊提供這件事 那我們提供的方式就是這樣子了 提案的訴求 12345 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做正式回應 但我至少可以告訴你 目前他提出的這個訴求 現況的狀況到底是什麼 指引來說 指引來說 他的這個訴求是提到說 他們希望可以讓更多的癌友 可以知道 而且可以加入人體事件 但我至少可以先告訴你 現況下 為服務 有沒有把人體事件的資訊公開出來 公開在什麼網站 以及目前 希望是要在台灣到底 已經有哪些案例 把這些資訊公開出來 好 走過了 背景資訊提供 進入到倒數了 這段過一個月 這個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不斷不斷的開會的任何期了 在這段期間 我們在部內相關的專家會議上 把這個案子當成優先的討論專案 那也在部長跟次長的曾經 陸續開了許多內外福的回憶 於是終於我們走到的最後一天 12月14號 在這一天我們提出的正式回憶 最重要的幾個字句是在這裡 我們承諾在各種的開放方式裡 用我們的選擇來修改 衛生福利部自己的人體事件管理辦法 這會有兩個效果 第一個 我們讓細胞治療的人體事件 可以開一個所謂的附屬計劃 收更多的病人進來 更重要的是第二個部分 在附屬計劃之下 如果病人同意 醫師是可以跟病人收必要的成本的費用的 所以不再是醫師需要自己去募還 從根本希望可以增加打醫師來進行的誘因 而在整個正式回憶裡面 我們同時也承諾 關於這個修改 原理試驗管理辦法 帶來這些修改 我們承諾在今年的一到二月之間 會把它預告出去 好 於是終於走破了我們一趟點數案的歷程 我們會在流程上 頭、尾稍微做一些補充 為了要讓關心這個議題的人 大開了解我們後面會怎麼走 所以其實在最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在提案剛成立的第三天 我們其實就已經把我們後面會做這些事情 跟我們什麼時候會做這些事情 也事先先預告出來 同時畢竟我們十二月十四號成果人家 我們一二月會預告嘛 幸好我們沒有在一月二十七號的時候 把這個原理試驗管理辦法的修法 預告出來 同時也順利 最後是在四月十四號的時候 順利的做對公告 而從正式回憶一路走到公告 陸續媒體上面的報道其實也還蠻多的 但是對我自己個人來說最有價值的 一直都不是新聞這一塊 而是在過程之中 我們也收到了提案的本人 寄給我們的感謝子的聲音 好聽起來 以上真是一段溫馨感的故事啊 但是人生總是有這個but 整個match one的過程中 有太多太多的番外篇了 其中一個番外篇 它取名叫做 一份發佈出去的竹字稿 大家還記得吧 在我們跟TNP 疑心訴求的會議的時候 我在當晚寫了一萬七千多字的竹字稿 但如果大家仔細看 上面是有無水印的 它寫的是緊攻內餐 原因是因為我的長官 拒絕將這份竹字稿公開出去 我被拒絕的當天我非常的傻 我想說 哦 原來這次的傳說中黑箱的政府啊 但是 大家回來 我重新 我現在不要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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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重新回到理性上來看 當天的會議全程我都在 我很清楚的知道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內容 其實都是提案人自己說 剩下大概不超過十五句 是我們的同事 去進行釐清提問的部分 所以到底為什麼 這樣子一份竹字稿是沒有辦法釋出的呢 後來我的長官回應我的答案 是我從來沒有想過的 他跟我說 佩比亞 你是暫時的在政府服務 總有一天你會離開 今天我們能做出這份主事稿 是因為你有訴訟的能力 等你有一天離開 未來如果下面民眾要用現在這個案例 回頭要你的接班人也做出一樣的東西 他們目前是沒有這樣子的能力做到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就發現長官也跟我提到說 Consistency 我不確定大家現在笑的是什麼樣的感覺 但的確 Consistency在政府裡面是非常重要的 任何環節不能仰賴單一獨特的個人 這個案例在後來 我們越來越深刻的了解 有一次在跟唐鳳聊天的時候 今天多次提到了唐鳳合作的 V台灣的專案 在V台灣行政院的會議裡面 每一次都有會議的主事稿 也都有公開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 這些主事稿之所以誕生 其實是唐鳳他個人 用每小時實薪兩千塊 聘請一個訴訟師的朋友 把每次的會議記錄下來 過去這一年當中 我完全認同訴訟師一定要拿實薪兩千 那是一種專業 但大家稍微算一下 一場會議的記錄成本 大概就是六千到八千塊 而過去一年當中 就我所知 唐鳳自己個人 就已經捐獻 投入了超過十萬塊 再把這些會議記錄 帶到大家的面前 講開放講開放 我覺得以前都講得非常理所當然 但是開放 它其實是有成本的 而成本 就會讓公文部門 變成一個紀錄的門檻 這是第一個 再來電人關外篇 來了 在我們法規預告之後 我們收到了一頓公文 這頓公文是來自一個國會的辦公室 某一位立法委員他發了公文說 這個法規的修正 她的一頓公文 竟然來自國發會政策品牌 藝人提案 刮毒 而且空前絕後 然後衛服居然就做了以上 這麼多的事情 所以這個法規的修正 她的誠訊嚴重瑕疵 希望我們廣泛召開公聽會之後 再行公告 我看到這頓公文的時候 我其實大概可以理解 可能委員 對於行政院國發會的聯署 其實不是這麼了解 因為我們其實不是一人提案 後面還有非常非常多人的聯署 但我當下第一件 我必須要做的事情是 原本我們預告出去 14天之後 其實接著就要進行公告 所以我當下 就先打給我們的提案人 跟她說明說 因為目前有一位委員 他可能在concent 所以我們不會照顧我們的時辰走 那希望她可以告訴關心這個議題的朋友 好 這通電話掛掉之後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後面發生了什麼事情 在這通電話掛下去了兩個小時之後 我剛好到了這位委員 他的臉書看 他的臉書就變成了這個樣子 在一個晚上之中 總共有進了超過300天的委員 大家確定要開手嗎 後面還會聽完呢 大部分的留言都是離癌的病友 拍下自己離癌後的傷疤 放到了委員的臉書上面告訴他 委員你理解離癌的病痛嗎 你每檔一分鐘 你多開多次的公聽會 就有不斷不斷有離癌的默契病人 正在離開生命正在消失 請拜託不要阻擋會苦苦收拔的角度 那也非常迅速的 就在隔天早上 崔岳瑋瑋就PO了一篇新的文章 說明說他決定要撤回他原本的公文 跟要求開公聽會這樣的訴求 我回頭看了一下 這群顯然是被我們親愛的提案人 動員而來的網友們他們的討論 他們稱呼昨晚的行動叫做 一場傷疤的生命 但是真的是這樣子嗎 可以告訴大家的事情是 委員在臉書上出名撤回公文之後 他還是會透過其他的管道 來跟衛服務詢問他本來有疑問的地方 而這件事情是我認為他本來就該做的 這位委員其實是他足夠認真 他從我們預告的條文裡面 看到一些他的確有問題的地方 給了一些建議 有一些其實是確有道理的 甚至到我們最後公告的時候 有一些部分我們其實是有採納他的意見 所以看著這樣的事情 回頭再看原本委員的這份公文 我突然在思考的事情是 我們是不是因為我們自認為 我們有了五千份的聯署 我們就擁有了名義 而反而展化了我們溝通的對象 在過去中我們要對病友的時候 我們溝通的對象其實都是提案的這一個人 而沒有擴大到其他的癌友群或是病友群 同時另外一件我在想的事情是 其實開放的方式很多種 讓我們有意無意的排除了所有其他 需要直接進到立法院審查 甚至審查的幾個選項 原因是我們認為這些聯署機制而起的 立法院可能不太理解 所以我們就欣賞選擇一個 相當起來看起來是所謂的最速解 最後所有這些元素加總起來 我誠實地說過去開放 開公聽會 擴大公民參與 這是我的信仰 這是我毋擁之意 但是當這件事情碰到了有時效性限制的 例如今天你每年後一點時間 可能有生命在消失的時候 怎麼在擴大公民參與以及法治的效率之間 尋求一些平衡跟折衷 我相信這些都是需要更多思考跟討論的 好到這裡大概可以來做一些結論了 我一開始問了這個問題 真的可以開一個民間訴求很難 讓我發現真的蠻難的 但是有一些事情是我們可以開始嘗試的 過去我們習慣的得到訴求 最後做回復 我們可以試著開始把一個一個的黑盒子 盡量的公開跟透明 但是在爭取公開跟透明的時候 一定會有一些拉扯 而這些拉扯從逐字稿的案例來看 過去講開放 我可以講得非常理所當然 因所當為 但從逐字稿我們發現其實開放本身是有成本的 我們GNV 我們可以仰賴個人的奉獻 個人的熱情 但是進入到的GOV 我們必須要看待的是 怎麼在整個行政過程中 持續的可被執行的程度 再接下來 在委員臉書漫報室內也看到了 開放它是需要串接體系的 如果今天這個聯署 其實它重在行政體系 立法部門不了解 或是它沒有注意進來 這時候很有可能 行政部門就會傾向選擇 最快速的解法 儘管它可能不是最完善的解法 以及最後這整件事情 我還是必須要說 在推動的時候 我發現我得到的阻力 是比我原本想像中的 小得多的公務部門 有太多太多願意做事的公務員 而他們需要的可能就是一些 能夠帶進一些新的想法 跟觀念的人進來 所以今天在這裡 我知道其實很多中央地方 舊政府新政府的公務員 前輩們在現場 我也必須要誠摯的 希望各位可以持續的 把更多在有G00B視野的人 帶進到GOV 讓他們互相合作的鼓勵 好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先到這裡 謝謝大家 好 非常謝謝Eddie非常深入 而且談到非常多面向的這個人家 好 那 這可能是一個 百年難得一見的完美Case 但最後非常完美 目前 好 那但是 我想整個可以 從這個故事裡面 可以告訴我們 整個社會需要非常非常多的溝通 我們要說 我們用新科技 怎麼樣的適合給這些溝通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